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课 起立 老师名好 同学们好 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带着同学 做了泡泡的试验 了解了泡泡的特性 知道了泡泡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今天这节课 我们继续来探究泡泡的奥秘 我们学习第二课 泡泡别破 看 艾玛同学又给我们来信了 一起来听一听 我们缺了一个泡泡 让它坐在桌子上 我以为泡泡会破 但是 让我没想到是 它不然没有破 今天它的桌子上 保持了整整五分钟 我也试着缺了好多泡泡 想让它降落在桌子上 可是 我的泡泡总是会破掉 我们小明 这是怎么回事 她说 这是魔法 我知道 它一定是在骗我 我觉得 可以用工程设计流程 来帮助自己 提出更多关于泡泡的问题 并且想出办法 让泡泡完好地降落在桌子上 也许 我甚至可以让泡泡 降落在更粗糙的东西上面 留纱纸 也许 我可以抓着泡泡 或者把泡泡 顶在头上 这些 一定会让小明 和米格尔吓一跳的 记得告诉我 你的发现哦 那么 思考一个问题 Emma想让我们 帮她做什么呢 去一中 想让我们把泡泡 落在桌子上 而且不会破 想让我们帮她 做一个事情 怎样让泡泡落在桌面 而不破裂 是不是 有没有不同意见 好 看来我们同学啊 刚才听得很仔细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工程设计流程图的 第一个步骤 提出问题 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继续按照 工程设计流程图的 其他步骤 依次学习 第二步 是什么 调查线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先来想一想 上节课 上节课 我们做泡泡的时候 很多泡泡落到了 各个地方 各个物体上 那你觉得泡泡像落在 物体的表面会如何呢 最后一位 男生 有的时候会破 有的时候不会破 对 有的时候会破 有的时候不会破 上节课试验 你们发现了吗 发现了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 是不是说 泡泡落在粗糙的表面 它就会破呢 比如说老师手里拿的砂纸 很粗糙 来摸一摸 感受一下 粗糙 是不是说 落在粗糙的物体表面 就会破呢 比如说砂纸 梳子 你说 不是 还有吗 你说 是因为泡泡是一层 特别薄的液体薄膜 它如果不掉干燥 粗糙的表面会破 有没有不同意见 好 你说 只会破 有是不会破 落在粗糙的表面 有时会破 有时不会破 我觉得泡泡有几个 粘在一起的肉 落在这种砂纸上 就不会破 如果单独一扣的话 它就会破 这是你实验的结果 是不是 好 请坐 那么泡泡落在光滑的表面 会不会破呢 比如说我们的桌面 树叶 还有玻璃 很光滑 落上去会破吗 你说一说 有时会破 有时也不会破 你来补充 你觉得就不会破 是不是啊 好 看来啊 你们的观点啊 各有不同 那到底谁对谁错呢 我们拭目以待 好 刚才都是我们的猜想 对不对 对 那么我们说过 检验猜想 是否正确的办法 是什么 试验 而且多次试验 并且进行 仔细的观察 才能知道你的猜想 是否正确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是实验时间 我们一起来试试 让泡泡落在 以下四种物体上 结果会如何 桌面 摸一摸很光滑 砂纸 很粗糙 梳子 梳子的面 很扎人 很粗糙 手掌 我们来试一试啊 好 刚才你 我也听到了 有的人说会破 有的人说不会破 那么下面呢 请听清楚 梅组的要求 条件 梅组将会给你 一张纱纸 一根泡泡棒 一把梳子 注意事项 第一个注意事项 我们要求在 干燥的物体表面 第二 第二个时间 十分钟时间 第三点 小组分工 每组各有分工 一定要记清楚 自己的职责 特别要提醒 上一节课 有的同学 记录员没有记录 有的小组 分工出现分歧 没有服从 我们队长的安排 好 希望我们这节课 大家都能 齐心合力 好 下面呢 请每组的物料员 到徐老师那里 您去物料 好 第一组 火冒山上的物料员 好 第二组 联报队 第三组 第二组 图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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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其他同学啊 在做实验的时候 可以把书 累加在一起 对 节约桌面空间 好 听他们队长安排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实验了 如何让泡泡落在这四种物体表面 谢谢 会怎么样 起步 起步 有一个 好 好 破 桌子上可以 我们再担上了 担上了吗 对 我来试 我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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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一股 好 好 我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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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条件是保持干净的专业 所以你们要听听要求 这已经不干净了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你要看清楚我的条件是 要保持湿润 你看 保持干净 你这已经湿润了 来 到这边去 保持干净 来 手上手上 保持干净 你们要抓住一个条件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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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师刚才是不是有个条件 要保持干净 是不是要保持干净 保持干净 那她不认为你们说 那只有你的问题 对不对 你没给 啥事 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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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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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哦 你看 我的要求 桌面保持干净 现在今天已经潮湿了 好 轻轻要求 我把洗衣服给我吃了 下的不行了吧 下的不行了吧 下的会破对吧 桌面呢 梳子是吧 梳子肯定会破是不是 我 我 这个啊 手脚会破 手脚怎么样 不会破 刷子呢 刷子两刀 有时会破有时不会破 好了观察一下 那你们来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是破的多还是不破的多 破的多 对 你是要发现 哎 你们总结一下 这个不会破吗 桌子上的全部都不会破啊 有没有会破的 那你试试 它会不会破 只要会破你这个东西 哦 到记录员了 对啊 它会不会破 只要会破它都应该化 那它是不是所有的都不破呀 是不是所有的都不破 有的话有的不会破 破的多还是不破的多 破的多 哦 破的多 所以那你怎么不破 会破呢 你怎么不破呢 记录员你要走 你可以两个都写 对不对 说的时候 不破 哦 这个是 这桌面是什么 桌面不会啊 这桌面是什么 那桌面是破的多还是不破的多 它不会破 它不会破 哦 什么问题 有的 有时会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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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破的多还是不破的多 嗯 嗯 破的多 破的多 破的多那你都不写 哦 有有有有 什么样的 它写不下了 这连着都可以写啊 只要你发生了 你都可以 难怪你可以总结一下 是破的多还是不破的多 对啊 哦 你这都有可能的吧 那你总结一下 是破的多 还是不写的多 嗯 嗯 对 它说的时候 你要说一下 嗯 好的 好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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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个手掌是不会破是吧 每次都不会破吗 每次都不会破吗 是 它不能乱到我 就是 它不能乱到我 但是它不会破 对啊 那它大部分是会破的呗 对啊 对啊 所以你要更要写大部分的人 嗯 你不能偶啊 你把它写上啊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嗯 你可以多写 汇报的时候 你可以说一下 你说哦 都会破 会破也就不会破它 但会破的是大部分 大部分成功 对啊 怎么了 来擦一下 擦一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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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这样是吧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这个 你们刚才试了很多次了 嗯 你们已经有水分了 所以已经是个干燥的 对不对 因为你们试了很多水分了 你第一次啊 你第一次啊 第一次啊 哦 很小很小的是吧 啊 啊 啊 差不多了 这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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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所有同学 一二三 走 今天我看每一组的表现都特别好 我们请徐老师给每一组都加上一颗心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请同学回答 刚才我们已经做了这个试验 那么通过试验 你们发现 泡泡降落在刚才的四种物体表面会如何呢 你来说一说 降落到桌面有时会破 降落到桌面不会破 哦 降落到桌面有时会破 有时不会破 那你觉得是破的多还是不破的多呢 不破的多 不破的多 有没有不同意点 你来说 会破的比不破的多 他们组说会破的比不破的多 也就是说 刚才你们通过试验发现 桌面泡泡落在桌面上可能会破 也可能不会破 但是会破的几率大一点 是不是 对 好 那么落在沙纸上呢 不会破 你说 觉得特别端正 不会破 不会破 哦 你是实验了吗 实验了 有没有不同意见 好 你说 有时不会破 有时不会破 有时会破 哦 你做出来也有破的和不破的是吧 那这个几率呢 破的多 也是破的多 也是破的多 好 沙纸也 落在沙纸上也可能会破 或者不破 但是破的比不破的几率要大 请坐 有没有不同意见 最后一个问题 我觉得它在沙纸上那个不破的多 那个不破的少 不破的多 破的少 你们这组做的实验是这样吗 待会我们来解释什么原因 好 还有吗 你来说 看我们 不破的多 不破的少 好 第七组一样的结果 是不是啊 好的 还有吗 好 你说 基本上都破了 基本上都破了 看来连种情况都有 有的是破的多 有的是不破的多 是不是啊 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老师刚才给定的一个条件 我的条件是在什么 干燥的物体表面 刚才老师拿着抹布 在很多组发现 它的物体表面已经不干燥了 这样就会影响我们的实验结果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泡泡落在数字上结果会如何 好 你说一说 有时会或有时不快 不同意见 全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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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实验结果是不是啊 好 因为不同意见的 你说 泡泡在 我们数字的表面吗 还是在数字的缝隙里面 是这一面 背面还是数字缝隙里面 这一面 有两个 泡泡泡就在上面 哦是这个 接着五秒 然后全部 然后呢 其他全部 或者在缝隙里面 也有几个 哦你是说在这个背面 是不是啊 哦在这个缝隙里面 在这上面也能挺住 是不是啊 在这上面也能挺住 是不是啊 哇 好难得 好被你发现了 好你说 会 会 因为 因为 书子 这么点尖 泡泡一碰到 就会 破 好 那你们摸一摸 这个数字的表面 我们整体摸啊 不要摸一根针 好 什么感觉摸一下 是粗糙的还是光滑的 是粗糙的还是光滑的 很粗糙 好 啊 第四 第四种物体 泡泡落在手掌下会破吗 会 会 你说 全破 全破 你来说一说 我们 破的 破的多 破的少 因为个别没有破 对不对 偶然 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实验做车结果 都是 泡泡落在这几样物体上 破的 比不破的多 好 那么实验呢是具有偶然性 还有严格的一些限制条件的 啊 那么我们对比一下 桌面 砂纸 梳子 以及手掌 摸一摸他们的感觉 里面有粗糙的 有光滑的 手掌可能是介于光滑和粗糙之间的 但是结果都会怎么样 好 思考这个问题 刚才讲了表面 这四种物体的表面材质各不相同 但是 做出来的虚验大部分都会破 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你先说 但是它都会破呀 说明我们泡泡的破裂和我们的粗糙 程度有没有关系 徐一中 有一定的关系 哦 有一定的关系 从哪里得出来的 因为我在视频中发现 桌子比砂纸要光滑 嗯 而 第一次 大包包都能在 桌子上 桌子上 保持不动 但是刷子上面 主要 只能有危险的泡包 我们刚才 我们统计这张表 你看 显示 会破的都是多 你讲的是偶然因素 我们的试验要多次的试验 记录 大概率的事情 诶 刚才试验我们发现了 这些泡泡落在不同的物体表面 虽然他们的粗糙程度不同 但是他都会破 那么说明我们泡泡是否破裂 和物体表面的粗糙程度 有没有关系 跟你说 嗯 没有关系 哦 没有关系 你看粗糙的 砂纸我会破 梳子我会破 光滑的桌面我也会破 介于手掌介于光滑和粗糙之间 我也会破 那说明泡泡破裂和物体表面的粗糙程度 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 没有关系 同意吗 那么 第一个问题 我们挑战的很好 接下来呢 我们做今天的第二项挑战 请听好题哦 你可以让泡泡完好着陆 啊不破裂吗 对 就是Emma要求我们帮她做到的 依然是刚才的饲养物体 桌面 砂纸 梳子 手掌 你觉得泡泡落在上面不破 有这个可能吗 是老师一想天开吗 没有 啊 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你说一说 有这个可能是 嗯 我们之前做过实验 把这些沙子上面抹上水 泡泡水 就可以让泡泡在上面 沾一只 然后我们坚持了三十秒钟 好 那你没有听听老师第一个条件 我的第一个实验条件是什么 干燥 对干燥的物体表面 是不是啊 你刚才讲的很对 添加 让我的物体表面保持湿润 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啊 好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你说 多加一些干油 干油 你自己实验了吗 你做过是不是啊 好 这个想法很好 那么今天啊 我现在想让我们同学啊 我们来个翻盘实验 刚才我们做这四种 是会破的多 对不对 现在我们来个翻盘 我们让它们变得不会破裂的多 好 那下面呢 是我们的猜想时间 我给同学们 每一组三分钟的头脑风暴时间 请你想出三种办法 让物体降落在刚才的四种物体表面 而不破裂 三分钟时间 先猜测 对 先想出三种办法 让它不破 比如说那个同学说 加干油 对 不对 不对 嗯 就是想出三种办法 比如说那个同学说 加干油 是不是 对 你去跟我拿 行不行 还行 人家记得人要记 人家记得人要记得人 人家记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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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记得人 她记得人 一able 都想好 我只要记得人 不认为人家记得人 宜家记得人 你这说加几天江的粘度更粘 是不是啊 你们想到了吗 你们想到了吗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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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帮你干油了 帮你干油别人讲不了 搂点干油 帮你干油别人讲过了 别人讲过了 帮你干油 帮我这么做了 我把蝦子把它抹平衡 抹好平衡不行 不是啊 哎呗 那这不是一个方法吗 因为它用粉 想面子也不叫沙子 把沙子磨皮 这是不是也得慌慌 你们都可以去试试 你看他已经想出主意了 你还没有想出主意 每个人想一个主意 然后统计 怎么算不要叫 每个人想一个主意 然后提前出三种 然后写 刚才想起的主意很好 你想到了吗 先想没让你吹 刚才就说了 先想 我们美 我美 我们美 我们修理 从不至少 让我怎么打 胃了 你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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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胃了 你胃了 你胃了 那里胃了 一二三 一二三 给第一组扣分 第六组扣分 第六组物料保管员 没有保管好物料 水倒了很多 第一组什么原因 第六组扣分 其他同学在做头脑风暴的时候 有组员在玩泡泡 对不对 我们讲了前面三分钟是头脑风暴时间 不是让你实验的时间 好 我们徐老师 你们扣个心 好 刚才我们组已经 很多组已经想出三种 有的组想出一种 没有关系 那在接下来实验时间里 你可以继续想 继续实验 好 下面呢 我们可以根据你想的主意 办法来实验一下 你的猜想能不能成功 好不好 好 下面是实验时间 开始 可以 可以 那你要记得你的方法 放这里啊 别给我倒掉了啊 不要小心啊 太少了 太少了 是想让它潮湿吗 没有 那是什么 没有关系 你可以做到一点吃一吃 我就要吃一吃 哎呀 搞中间搞得 哎呀 搞中间搞得 哎呀 一手走开 一手走开 嗯 没有关系 一手 那是什么 一个一个吹 使劲吹 很好的吹 你们躲在位又要可分了 你们躲在位又要可分了 不缠结了 应该一直想办法 小心一点 行不行 一个一个锤能不能弄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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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谢谢 多签几次 行不行 这个在这儿可以 因为这段诗很多很多是这样 大家给我潮湿一点 多够潮湿 谢谢 还不够潮湿 还不够潮湿 我可以多倒一遍 还能抹开 得抹开再试试 再来 往湿的这种锤 现在怎么样 今天 你们走了个情绒吗 想到这个 哎 记录员呢 记录员 你本人家不记录了 我打开 打开 打开啊 你都记录完了吗 我记录完 我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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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泡水里加干油不行 把泡泡水里加洗手液 在泡泡水里加洗手液 放不住下场呢 你们加 这些液起 你们先洗手液 泡泡水里加 可以加呀 哎 你们有没有试过 在装饭加水呢 我用水 但是我就说 对啊 那你这么好不停 都没有听你的 把他用手把的如鱼 老婆总还要洗爹鸡 我来过来 一瓶 他会有的 在哪里 一个大的池酸 有请 不要再一点 什么 什么 水 要怎么样 怎么办 到这边呢 我抓了 尝试啊 让都尝试一下 用手拧开 住手拧开 加一点水 上一个 第八组可以 好 不错的吧 对 那边给大家加水 因为那个给大家加一点 他们的第八组的那个 哪个不错 穿上的不错还是 那那个是这个方法 试试都还可以 好 那待会先请 第八组别到这个精彩的 对 好 可以 老师 我给你回答 那你们要总结一下方法 总结一下方法 就是 那你试试在桌面上 用水行不行 在桌子上用水行不行 桌子上用水行不行 桌子上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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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给你 集完 整个摄影 怎么ade 那谁呀 啊 在哪里 在洗衣 在洗衣 诶 那你们要走这些方法 什么 什么也要 因为你们那嘛 不足备要湿 噢是 那在桌子上也能湿 是啊 嗯 一些桌子呢 是的 是的 好的 对 一个一个是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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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统枝 什么意义 我有什么好иров 不能我说的 没有不信 那么这么好的话 你们都不听 这个应该给他 那我想问你 你要加水来讲清楚 是在哪里加 在物体上加 还在泼哪里加 时候上去加点水 来点水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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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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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看 是不是比剛才多 你後的比剛才多 上面是更有效的 上來 衣服上的 對嗎 哇 这么多啊 待会啊 这谁 建筑师是谁 建筑师是谁 待会会报人是谁 会报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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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师上台展示啊 这么好的效果 好吗 我来已经有了好多的吧 好了吗 多吹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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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吹一点没有关系 别舍不住了 哇 可以了 哦 这个很大 总结一下是另一 潮湿了对不对 你先看看啊行不行 梳子行不行 手掌呢 手掌一个试试啊 手掌试上 手掌上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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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手掌上有没有试啊 手掌上没有 来 手掌上来试试 噹 鱼 鱼 好了,要把它抹匀,抹匀,要把它擦一下,擦一下,我们都窝开了,不行,要伸展开,伸展开,手掌也没有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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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掌,很大,很大,是不是成功了? 手掌,手掌 negativity,手掌感到有试,郡主转盘,手掌展开,实际,袋 rede også,严广拲匀,梁共词ly,手掌丽,手掌展开,硬 μουiot Cavie, Aer다全和我说的,她一颗碳,冰演组,手掌展开,对吧,这边没有试,那边终蒸了,还是 好 要问 手掌上行不行 手掌上行不行 不是碗了 阿 手掌上不行吗 我方 手掌上不行 应该是行的 但是你们看到没有 肖像我也在做了 我手掌做了一点点 手掌做了一点点 来来来来来带点水 用水少了 来手掌放上去 手掌要水要多多的才行 你再试试 手掌也没有成功 手掌也没有成功 来来 老师老师老师 手掌都好了 来 不关系带我一起 那多搞点水 这边有一个 前面有一个 好了 一二三 收 表扬第二组第一个进入 第一个收 第二组带位加个心 第一个收 第二组反应最快 最先做好整代老师 刚才我们同学玩的 试验玩的很嗨 那么现在我想请你们 一起来说一说 你们的试验结果 下面如果想汇报 听听要求 发言人上台 汇报 建筑师上台展示 或者说你们这一组 老师我觉得我做试验比较成功 商量一下可以 其他分工职员 上台展示 好 现在请清楚题目啊 那你们刚才小组 已经想到很多 阻止泡泡破裂的方法了 对不对 那么 有的方法可能是成功的 有的方法是失败的 请你上台汇报 来第一组 好第一组上台 好发言人上台 建筑师上台展示 嗯 好到这里来 好先听 其他总学会倾听 听一听他们的方法和你们一样吗 如果他们说过了 你们就不能再说这个方法了 好来 一个一个的吹 有 第一个方法是 一个一个的吹 一个一个的吹 有时有用 有时有用 偶尔 使劲吹 第二个方法使劲吹 也有用 没有用 跟李打李小没有关系 嗯 物体上倒水吹 嗯 非常有用 哦在物体上倒水吹 非常有用 那你们把你们非常有用的展示一下可以吗 来 建筑师 来 找个人帮忙 好 好 好 就在这里吹吧 来 因为上面有好多水 来 没关系 你这段面吹的 好 好 待会我会找一组最安静的听 好 最专心的看的一组会报 来 他们安排 一组是你看 好 徐老师 泡泡全部 贴留在上面 好 因为不然 因为他会跟着 跟着这个 挂水造成什么 移动 移动 然后 来 吃 再来 回来 我 吃 客人 醒来 可以 提起 这 爹 王 有